上周播出的中国之星 其实除了几位歌手在舞台上的表现之外 台下的故事也同样精彩好看 最近几位歌手就在彩排的间隙 抽空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各种爆料简直是根本停不下来 一向感性的林依连老师 不仅在台上大胆温柔排 私底下也是对选手关照有加 比如连煲汤的任务都承包了 还好在这里塞笔 因为可能他用喝汤 然后就又遇了我一份 所以我在上海就要靠Sandy 来照顾 相比较留欢的慈父精神 林依连的温柔照顾 崔健组的歌手们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毕竟崔健老师直接火爆的个性 没有批评就已经是很好了 下面我要推荐的那个歌手 他面对了社会的压力 他自己不喜欢的 带着满身烦恼的回到家的时候 完了母亲再问他 什么时候嫁出去 崔健老师口中的圣女就是谭维维 1982年出生的她早已经迈入三十大关 成为大众眼中名副其实的圣女 而这一次她也借助摇滚来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可是崔老师 人家维维和男友陈亦非明明感情稳定 要结婚也是分分钟的事啊 结婚吗 有这个计划的 你说的好 好 行律在线上海财富报道